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去做的一个工作就是关于Cellery的这样的东西了,那关于这个Cellery的话,咱们实际上在Jungle当中是不是已经去讲过来了,那我们现在呢,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在Jungle当中有印象是怎么去使用的吗,是装了一个扩展包吧,你是直接安装了Cellery的扩展包呢,还是安装了一个什么DGCellery,JungleCellery吧,是不是安装了这个JungleCellery吧,我印象当中是框架之前都是那么起讲的,是按照两方是起讲的吗,那么现在来看一下,我们要跟大家说明,Cellery JungleCellery这个东西,它是一个独立存在的第三方的扩展库,然后呢,它是专门用来去解决一部任务的,关于这个一部任务呢,我们之前是不是在张罗的时候,为什么去取决,是不是也跟大家说过了,就相当于你在程序当中有可能发生阻塞行为,那在哪呢,就比如说在咱们的项目当中还会发生阻塞吧,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发送短信的这个地方,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有可能发生阻塞,所以呢,我们就想把这个行为呢,从你的视图函数当中给你摘出去,放到另外一个地方,找别人跟你同时去进行,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去比辱了Cellery这个东西,这个东 那关于这个Cellery的话,我们就得让大家去了解一下,那要想去使用的话,怎么去使用了呢,首先你就得去安装一下这样的Cellery了,在进行安装的时候呢,你相当于你之前所安装的那个DGCellery,或者是这个JungleCellery,它只是说有人把Cellery进行一下处理之后,然后呢,让Jungle使用的更方便一点,是机会的进行份子封装,那如果你想独立的直接去使用的话,我们去使用呢,就是PIP install salary就可以了,中间在课件当中给大家写的这个课件用呢,就代表是, 如果你之前没有,而如果之前没有的话,安装,如果之前有的话,它可以给你升级到最新的版本,U是代表upgrade,升级的意思,所以呢,不加的-U也是可以的,PIP install salary就可以了,这是关于这样的,那直到这一点之后的话,然后呢,咱们现在就来去说一下,那Cellery当中,实际上它是要包含几个部分,我们一定得有一个整体的认识,不能说在公司当中再去问你的时候,一问到这个Cellery,那是直到你去用,但是不知道它是如何帮你,我们 完成的那样一个公认识处理,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当前给大家画的这样东西呢,就是代表了一个Cellery使用的时候的一个最简易的模型了,那最简易的模型当中呢,要包含三个部分,首先先来说,第一个部分,我们把它叫做Cellery的客户端,那这个客户端指的是谁呢,指的是发布任务的那一方,也就是说是,要产生任务的那一方,发布任务的那一方,我们把它叫做Cellery,叫做客户端,那是谁呢,比如说你在张众当中,是不是通过张众里面去, 有一个程序,然后呢,那段任务是需要让Cellery去执行的呀,所以张众里面去执行的呀,然后呢,还有谁呢,像Flask也是我们对应的,然后呢,你还可以不一定非得在框架当中去使用,什么时候你想用到一部任务的话,你都可以去写一段程序,那段程序,它就是属于发布任务的那一方了,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方,另外一方当中呢,这个Cellery把它叫做Worker,Worker就是工作者,是真正帮助你去执行任务的那一方, 真正执行任务的一方,这是Cellery去实现的,把它叫做Worker,然后呢,你要去知道了,那这个也就意味着说,当我们在张众里面,或者Flask里面,一旦发布了一个任务之后,最终就是由Worker去完成的,Worker在去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呢, 它相当于,就跟你的布器这一边,就跟你的张众这一边,相当于是由于两个步调来进行执行的那样, 因为一旦把任务发布出去之后,那Worker干Worker的,然后你的客户端干你的客户端,两个人之间是同时去进行工作的, 所以我们才说的,他们两个之间的是一个异步的关系,然后呢,你客户端也按照你的方式进行操作, 你的Worker呢,也按照他的方式进行操作,然后呢,至于Worker到底什么时候完成, 跟我的客户端这边就没有任何关系了,你可以比我先完成也可以,你可以比我后完成也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之所以叫做异步任务,异步任务就在这点,那大家能明白这个异步任务关系的吗, 然后接下来再来说,那既然Worker是独立于你的不一样,他自己再去执行了, 那这个Worker当中就有可能会有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了, 那他再去完成各种各样任务的时候呢,如果Worker当中只有一个进程, 或者只有一个线程的话,他的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Cellery在去实现Worker的时候呢, 他能够去实现多任务处理, 有具备多任务处理, 那他在具备多任务处理的时候呢, 他有哪些方式呢, 大家去想一下, 我们所学过的多任务处理都有哪些, 多进程是什么一样, 对吧, 他有多进程, 然后呢, 但是在这个Python当中里面的Cellery它去实现的时候呢, 并没有去支持多线程方式, 他只是多进程的方式, 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鞋程, 鞋程的话, 他实际上是提出了, 使用了两种鞋程的酷, 哪种方式呢, 一个是叫做GEVent酷, 然后呢, 还有一个叫做, 另外一个叫做GreenLiter, 它是通过这样三种方式来支持多任务处理的, 也就意味着说, 你可以在开启一个Seller工作的时候呢, 你可以让他运行在多进程的方式, 也可以让他运行在这个鞋程的这Event酷的模式, 或者是Grant, 对的这样的模式, 然后我们说了, 如果你不做任何指明的情况下, 那Seller的Worker呢, 他运行默认的情况下, 是工作在多进程的方式的, 他默认是工作在多进程方式里面进行操作的, 而且你可以去理解为什么呢, 是一种进程池的方式, 就相当于一先呢, 他已经创建好了几个进程, 然后呢, 你有一个任务过来之后呢, 他就找一个进程去帮助你执行, 再有一个任务的时候呢, 他再找一个进程帮助你执行, 这是默认的使用多进程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 这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紧接下来我们再来往下说, 这是关于两方的, 两方当中搭配起来之后的话, 那你说呢, 我在发布的任务, 发布任务的这一方, 跟我多任务处理的另外一方, 在进行工作的时候, 因为两方的步调不一致, 也就意味着说, 很有可能我在客户端的这一方, 不断地去产生了好多发送的任务, 就是说, 我可能产生了好多发送邮件, 或者发送短信, 而对于Worker那边, 他可能忙不过来, 忙不过来的话, 就相当于左边产生的任务多, 而右边处理的速度慢了吧, 那处理的速度慢的话, 那你多出来那些任务, 我得放大放呀, 我最终, 是不是还得由Worker去执行啊, 所以, 那就得找一个中间的人, 帮助我去做一下同步的关系, 也就是说, 我去协调一下双方的快慢速度了, 如果你左边这方面产生的速度快, 好了, 你把你多产生的任务呢, 先找一个地方, 先给我存起来, 就相当于你工厂产生的数据产生太多了, 然后消费者消费不过来, 那这时候呢, 是有库存进行库存的吧, 有这个仓库来进行保存的, 所以就相当于找了中间的正面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找谁呢, 就是去找一个在Cellery当中, 叫做兑裂的这么一种容器, 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种仓库, 来专门去存数据的, Cellery当中呢, 把它叫做Broker, 叫做Broker, 然后呢, Broker的话, 就代表是专门用来去存放任务信息的, 然后呢, 紧接下来, 这个Cellery的Worker呢, 也并不是直接就从你的Jungle或者Flux当中, 拿到任务就去执行的, 而是说, 它是从Broker当中拿任务, Jungle或者Flux当中呢, 它也是直接将任务交给Broker, 所以这个Broker呢, 它提到的就是一个过渡人的这样东西了, 这点大家能明白意思吧, 今天给大家去说的这个原理并不是没有用的, 而是说在面试的时候, 人家如果真的问到你张罗里面的Cellery, 你不是用过了吗, 你能不能描述一下, 那Cellery它是怎么去工作的, 为什么能够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任务, 那时候就给他说的出来,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要去明白能够的复述出来的,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那当中的这个Broker呢, 我们把它这Cellery叫做Broker, 但是这个Broker专门存放数据的这一方呢, 并不是由Cellery自己来去实现的, 而是说Cellery它仅仅是找别人专门来存放这个数据的, 那是找来谁呢, Cellery官方就给我们去提供了有几个推荐的, 第一个推荐的叫做Rabbit Ampure, Rabbit Ampure, Rabbit Ampure的话, Rabbit是代表兔子的意思, 那不管是兔子, 就看这个Ampure了, Ampure的话是什么东西呢, Ampure是Message, 然后呢Pure, Pure就是对列的意思, Pure优异, 大家现在有去讲到数据结构的那东西了吗, 还没讲呢吧, 在去讲到数据结构的时候呢, 会去提到对列的概念, 对列的这样的概念呢, 它首先是就类似于你存放的时候那个列表, 是能存放一组数据啊, 但是这个对列的话, 它是建立在那个列表的基础之上, 它有个什么特点呢, 就相当于跟你排队是一样的, 你先存放到对列当中的数据, 你再去取的时候呢, 先取出来, 你后存放这些数据的话, 取的时候呢, 它会后起来, 就相当于是先进先出, 后进后出, 有这样的特点, 这个rebitmpue呢, 就是存放中实现出来的这么一种消息对列了, 也就是说, 在这个对列当中, 专门是用来存放消息数据的, 这个rebitmpue也是在python当中去实现的一种工具, 一种组件了, 这是它所推荐的一方式, 那它除了使用这个rebitmpue, 能够用来去保存这样的消息, 这个任务数据之外, 才推荐谁呢, 你也可以去选择redis, 用redis也能够去保存数据, 这是salary在进行推荐, 让我们去组件salary整体结构的时候呢, 你的broker的一个使用方式呢, 你可以在两方的选择任意一个都可以, 这是关于redis, 好, 这是我们所说的这样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模型了, 这个最基本的结构模型, 实用完成之后, 然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 咱们再来去想, 实际上salary当中, 再去实现的时候, 既然两方的步调已经不一致了, 也就意味着说, worker这边到底什么时候帮助你把那个任务完成了, 我左边是并不知道的, 但是有些时候的话, 你去想, 我有没有可能会需要知道worker帮助我计算的一个结果呢, 有可能吧, 就相当于别人在去访问我客户端的时候呢, 好了, 我这里面有一个任务要产生, 这个任务是需要计算大量的数据的, 但是计算数据的话太耽误时间了, 所以我这个客户端那边就提前返回了, 然后呢, 我把这个任务又交给谁呢, 交给worker, 让worker帮助我去做了, 交给worker帮助我去做的话, 那worker最终执行完成之后, 他会有一个结果, 这个结果肯定是我客户端很关心的, 我想去知道你最终计算的结果是多少啊, 所以我得知道了, 那怎么知道呢, 两方已经独立开了, 到底右边什么时候执行完成, 我左边都不知道, 所以我怎么把这个任务给你去传递好呢, Cellery当中除了这样的三方之外, 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的话, 还有第四方, 还有第四方, 这个第四方呢是专门用来存放结果数据的, 那存放结果数据的话, Cellery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backend, 叫做后端, 站在幕后的男人, 你现在来看一下, 在这个backend当中呢, 是专门用来去保存结果数据的, 那这个结果数据是什么意思呢, 就相当于, 你刚才worker这一端不是已经执行完了吗, 执行完了之后的话, 你也不用直接找上门来找后端, 你怎么办呢, 你把你执行的那个结果数据啊, 你只要把你的结果数据存到这个backend当中来, 就可以了, 至于前端什么时候叫去查, 你不用去管, 你把它保存下来,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在前端在这个客户端当中需要知道结果的时候呢, 我自己到这个backend当中找上门来, 我自己去查一下结果, 我需要的时候查, 不需要的话, 根本不用去理会, 是通过这样的backend的那端, 把结果方面也给的系列好了, 那关于backend当中的话, Cellery就说了, 你可以使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保存数据呢, 这一时候呢, 他就没有强烈推荐了, 你只要能够保存数据的东西, 通通的都可以, 你可以用redis保存数据, 然后呢, 你可以用mycircle, 你还可以用其他的所有数据库, 你只要能保存数据的话, 通通的都是可以的,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是关于这个四方操作了,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说的话, 关于整体使用Cellery当中, 究竟都有哪些方面进行存在, 这是大家需要听的, 好了, 听读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 咱们再来去说一下实用的和流程, 再去说这个实用流程的话, 怎么去做呢, 首先我们去想一下, 我在左边先来去分析客户端, 客户端那边不是要发布任务吗, 你到底有哪些任务要发布出去, 你得明确出来吧, 所以我们需要在客户端的这一段程序当中, 要有定义任务, 定义任务的话, 怎么去进行定义呢, 那大家去想一下, 你之前在张国当中是怎么定义那个任务的, 是以函数的方式定义出来的吧, 对吧, 就想到一, 好了, 我在客户端那边呢, 必须要定义任务, 那这个任务怎么去定义定义呢, 是以函数的方式, 比如说, 我们就定义什么东西呢, 在咱们这里待会儿要去写一个发送短信吧, 所以咱们就比如说叫做Send, 接线SMS, 要定义出来这么一种函数了, 要被Worker去执行的那么一种行为了, 所以在这里面去写相对应的任务代码, 然后定义完成之后的话, 那实际上你今天把它以函数方式定义出来, 还不合理, 还怎么办呢, 是不是要加装饰器啊, 你得把它描述出来是一个Cellery的一个对应的那么一个任务才可以, 所以要加上一个Ad符号, 然后这个Ad符号的装饰器是哪来的呢, 这个跟Flux有点相似了, 所以就相当于你在定义任务之前, 首先来得去创建一个Cellery的一个应用的出向, 你得先创建出来Cellery的一个对象, App, 然后有了Cellery这个工具的对象之后, 然后是在Cellery的App当中有一个叫做Task的, 是这样的东西, 然后你使用这个装饰器把它装饰起来之后的话, 然后才说了, 这个函数就变为了Cellery的一个任务而去存在了, 然后你几年来就可以去发布任务了, 这点大家要去清楚,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 然后那紧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先不去说怎么发布, 反正就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我们去说了, 右边Worker这一边, 他是不是就是最终去执行你的代码人员呀, 对吧, 他是要执行任务的, 那他执行的任务到底是谁呢, 他得知道, 他怎么知道呢, 有同学就说了, 那你在任务发布的这一方, 把整个任务发布出去, 然后你Worker不就知道了吗, 那你说了, 那你怎么发布啊, 难道你是说在把你的程序代码当中, 要把整个函数代码或者函数对象存到这个Broker当中, 然后呢, 由Worker把函数对象取出来吗, 并不是的, 他不是把你在任务定义的时候呢, 把函数对象发送过去, 他发送的什么东西呢, 他发送的是,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他发送的是函数的名字, 函数的名字就是任务的名字了,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他最终在这个里面去存放的时候呢, 存放什么东西呢, 你只要扣端一发布任务, 好了, 那在这里面呢, 就去存放一个任务的名字, 也就算是相当于是SendSMS, 是把这函数名字发到这儿, 然后呢, 那Worker这边, 他在去取的时候呢, 也是通过Broker把函数的名字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他才知道了, 原来你让我执行的是这么一种任务啊, 然后呢, 我就开始执行了, 所以你现在去想一下, 那Worker这边在去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 如果仅仅有函数的名字, 能行吗? 不行吧, 他必须得有这个任务的代码吧, 所以你要知道, 在Worker这边, 他这里面必须得有一份代码, 而且这份代码当中, 必须是完整的任务的定义, 所以呢, 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个AQE等于Celerate, 然后呢, 在这里面也会有一个任务, 然后呢, 任务的话也是以这样的Ad, 这样的App里面的Task, 然后呢, 再来去DF, Send了一下SMS, 然后呢, 加括号, 然后呢, 这里面是必须要完整的去实现任务内容, 任务国际, 所以这样的观点,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明白了这样需求之后, 那我们说了, 既然两方都是独立去运行的, 既然两方都是独立运行的话, 他运行的代码就在这, 我可不可以让他去复用同样一份代码呢, 可以吧, 我在一方把代码定习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让这一方去跑起来, 然后呢, Worker这边, 他在去使用的时候, 我让他那个任务, 直接去使用左边的那段代码, 可以啊, 可以吧, 所以你要知道, 是可以的, 然后呢, 通常情况下, 我们也是这样他去复用一段代码, 但是你说的, 如果我要是不让他同样复用一段代码, 而是双方独立定义, 那么行, 是可以的, 双方的, 就相当于在Jungle这边使用的代码, 可以自己独立写, Cellular的Worker这边使用的代码, 你也可以另起一份文件, 你自己再重新再去写一份文件, 跟他不是一份代码都没有问题, 只要你Worker当中执行的, 那个Cellular对象HD是相同的, 然后呢, 定义的任务的名字是相同的, 然后呢, 只要这些东西是一样的, 就可以了,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那实际上本质上面来说, 它应该是两份代码, 只不过说有些时候我们偷了个哪儿, 然后呢, 既然是两份代码的东西都是类似的, 所以我们就复用了一份代码, 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这是关于量点, 那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发布任务的这一方, 在进行发布任务的时候呢, 仅仅只要把函数的名字发布过去就可以了, 所以, 那你说我在定义任务的这一方, 我的这个地方能不能pass掉, 我只把函数的名字定乱了, 然后呢, 三维的对象一托管, 然后就完成了吧, 可不可以掉呢, 实际上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才说了, 右边那一部分呢, 才必须是一个完整的代码, 而左边的话, 哪怕不写函数题都没有问题, 这是关键的,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 那我就说了, 怎么在客户端发布任务呢, 去想一下, 那原始的方式的话, 发布任务的方式, 你一旦把任务定义发生之后呢, 你在需要发布任务的时候呢, 使用什么方法呢, 使用send, 这样当于这样有函数, send, sms, 这样他, 但是呢, 不是直接加括号, 进行造用, 而是说, 后面有个delay, delay代表是延迟的意思吧, 然后呢, 这个delay是哪来的呢, 你给函数加上装置之后, 我们说了函数是不是也是个对象呢, 所以这装置器, 就把你函数当中补充了这么一种方法了, 所以你就直接通过delay的方法呢, 就算是发布任务了, 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发布任务, 然后接下来, 就相当于你这个任务呢, 就发到这儿, 然后呢, worker这一边, 他会实时的不断的从broker当中往外去取任务, 取出来之后的话, 然后根据你的任务的名字, 执行任务的代码, 这就是关于这样的, 然后呢,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那既然如此的时候, 那你说真正在代码跑起来的时候, 我得跑几端呀, 我得跑几端呀, 至少得三端嘛, 首先, 你的客户端那边的程序是不是得跑起来呀, 这是第一端, 第二端呢, 你的broker的radius也好, 是不是得跑起来呀, 然后再来看一下, worker呢, worker我说呢, 所以worker这边也必须要开起来, 所以怎么开起来呢, 那在salary当中就有一个命令, 什么命令呢, 就是通过, 我们说开启salary, 开启salaryworker, 开启这个worker的话, 怎么开启呢, 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命令, 最简单的命令就是说, 这个salary, 然后呢, 加上-a, -a代表是我要启动一个salary的应用程序, 类似哪个应用程序呢, 就是你在哪, 在哪个文件当中, 把任务定出来, 就是那个文件, 所以呢, 是这个定义任务的模块, 任务的模块, python, 模块, 然后呢, 再指名worker, 当前是让salary, 运行在这个worker的工作者的那样模式, 然后呢, 通过这样方式, 就能够开启了, 那只不过是说, 通常情况下, 我们还会给你补充参数, 补充什么参数呢, -l, -l呢, 你可以理解为是loglevel, 就是日誌的等级信息, 因为worker在开起来的时候呢, 他可能会有一些提示信息,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让他去显示出来, 但是显示的时候呢, 以哪个日誌级别去显示, 通常情况下, 我们想看到就是infer以上的级别, 所以可以加上这样方式来去提供他, 所以呢, 真正在去使用的时候呢, 是要完成怎样, 这样的一个工作流程, 他才能够开得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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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